大创的清洁剂有很多种 挖粉们都知道怎么选择和使用吗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在大创大受好评的四种清洁剂 来实际测试看看是不是很厉害 在打扫上能不能省力清洁呢 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什么是电解水 它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的碱性电解水 特别强调没有添加任何界面活性剂 电解水要如何应用在清洁上呢 首先是这瓶讨论度最高的电解水 由于成分非常单纯 家里有养宠物或小孩的都非常适合 尤其像是小小孩在玩玩具的时候 又很爱往嘴里塞 这时候清洁就很重要了 清洁时只要拿电解水喷一下 再用毛巾擦拭干净就可以 铺在地上的软滴垫也是可以使用的 吃饭桌子附近也可以准备一瓶 吃完就马上可以做简单的清洁 现在来实际清洁看看不同的屋子 平常吃饭常会弄脏桌子 有咖啡子或是番茄酱之类的脏屋 如果有了这一瓶 顺手一喷随时保持桌面整洁 冰箱常开关 手把容易残留手垢 用电解水一下就可以擦拭干净了 而且它也有出湿纸巾可以直接擦拭使用 直接擦拭门片也相当方便 擦完也是亮晶晶 就连难处理的冰箱胶条也可以把两个搭配使用就可以清洁溜溜 最后是厨房的炉面 很容易有油污 煮完饭很容易留下油污 喷上电解水后 擦拭过后就可以很干净 用这款湿纸巾来清洁也一样很方便 平常如果能多维持就不用担心 年中成年污垢清不掉 什么是重槽电解水 这款重槽电解水就是碳酸氢钠碱性电解水 日本的重槽就是指小苏打粉的意思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加了小苏打粉的电解水 重槽电解水要如何应用在清洁上呢 我们先来试试看清洁微波炉 因为小苏打粉本来就有去油除臭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将重槽喷在微波炉的污垢处 上面的脏污很简单就可以擦下来 微波炉盘的部分也可以用重槽的湿纸巾去清洁 效果也不错 重槽也可以用来清洁开关 稍微喷一点再用抹布擦拭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洁效果 重槽喷在墙面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喷一点再轻轻擦拭 墙上原本的黑斑很容易就擦掉了 重槽除了有清洁意外 也有小苏打粉末包装 小苏打粉除了清洁以外 还有稀湿的效果 把小苏打粉装在茶包或是卤包中 就是一个很好的稀湿用品 可以用在平常回家脱下来的闷热鞋子内去除异味 或是搭配大创的这种小夹子 就可以拿来当衣柜的干燥剂 相当方便 什么是备半碳酸钠电解水 这款绿色包装的备半碳酸钠电解水 是额外添加了备半碳酸钠的电解水 等于十倍高浓缩的小苏打水 备半碳酸钠电解水要如何应用在清洁上呢 我们来试试厨房难清理的污垢抽油烟机 首先将瓦斯炉台面铺上报纸 记得要将抽油烟机打开 依照这样的速度喷 油垢会自己溶解 就会看到油慢慢流出来了 哇好脏哦 这样就可以拆下集油杯清洗了 把备半碳酸钠电解水喷在集油杯内 再进行刷洗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这款对瓦斯炉的油垢也特别有效 可说是油污的克星 但在使用前最好先将点火的部分先包起来 再把瓦斯炉架拆下来清洗 清洗前喷一下就会比较好刷洗 再依序清理其他部件以及炉台的地方 喷一点就可轻松清洁相当方便 最后来看一下成果吧 备半碳酸钠电解水也可以分解蛋白质 所以可以清洁粘到血液和污渍的衣服 厨房和衣物的脏污推荐大家用用看这罐备半碳酸钠电解水 什么是柠檬酸清洁喷雾 柠檬酸清洁喷雾 这瓶效果和5%柠檬酸水是一样的 酸性的成分可以中和碱形污垢 柠檬酸清洁喷雾要如何应用在清洁上呢 接下来是这款黄色包装的柠檬酸清洁喷雾 有麦粉末和直接调好的喷雾 用粉末来清洁水壶时 先将粉末倒入水壶或水杯中 加入滚水先放置1到2个小时 水杯放进之时记得做记号 免得家人拿来使用 最后再用刷子或海绵刷洗一下 就可以很干净了 喷雾的部分可用粉末来制作 5克粉末加200ml水 但是不能长期保存 建议一次做需要的用量就好 而且它对水垢和尿垢清洁很有效 因此做完后可以放一瓶在浴室使用哦 我们试试看浴室的清洁 太久没打扫可能会有味道 所以可以戴上口罩或手套 柠檬酸有除菌消臭的效果 所以可以拿来清洁墙壁或门面 只要轻轻擦拭就可以非常干净非常方便 再来是清洁厕所的玻璃拉满水垢 先喷上一层柠檬酸喷雾 敷上厨房纸巾后再喷一层柠檬酸喷雾 放置1到2个小时后再将其冲洗干净并擦干 我们来看看前后对比吧 水龙头的水垢别忘了也要一起处理 喷完水龙头再擦拭干净后就清洁溜溜 淋浴区的排水孔也可以用湿敷的方式做清洁 先喷上一层柠檬酸喷雾 敷上厨房纸巾后再喷一层柠檬酸喷雾 放置1到2小时后再将其冲洗干净 打扫起来也相当方便 最后是马桶柠檬酸可以清洁马桶的尿垢 轻微的尿渍可直接喷上然后擦拭 如果比较深层的就可以用湿敷的方式来处理 都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平常定期清理水垢的话 喷一下不用等很久就可以擦掉 这样浴室的清洁就完成了 最后再介绍几款大创清洁小物 第一款洗手台橡皮擦 自带研磨成分不用清洁剂即可清洁 看水龙头缝隙久了真的超难清的 久了还有黄黄的污垢 直接在脏污处擦一擦 这里的脏污明显变干净了 轻松搞定 第二款浴室镜面研磨海绵 它的另一面可以贴在瓷砖等光滑表面方便收纳 镜面上经常有这样的小白点水垢 海绵沾点水这样就可以擦拭干净了 第三款科技海绵 大创有卖大片的可以自己裁切 也有卖裁切好的小块包装相当方便 清洁小污渍很方便 尤其搭配刚刚的清洁剂更是如虎添翼 对于一般擦不起来的污渍特别有效 好用的清洁剂 再加上这几款清洁小物 真的是清洁打扫的好帮手 今天测试大创四款清洁剂和三款小物 清洁效果很不错耶 果然用对清洁用品可以让打扫事半功倍 你最喜欢哪一样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小编知道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 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 任何疑难杂症 欢迎留言或私讯 追踪IG看密集 加入社团还有各种达人帮你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挖家每周三更新 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